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荒唐施政 習近平為什麼走上這條道路?習密請風水師 保證母親躲開了低級聯想 北京南部平原繼續洪水滔天 中南海局勢詭異 美國防部罕見與中共外交官會談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8月4日 星期五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荒唐施政 習近平為什麼走上這條道路? 中共社會科學院近10年來不斷出版有關中國共產黨意識形態和中西方對立的重大課題項目書籍 其中包括批評資本主義民主觀和新聞觀 以及西方憲政民主觀的文選等 自由亞洲電臺報導 前南方都市報主編成益中研讀後表示 可以看到 尤其是習近平上臺以來 社科領域發生了重大變化 包括重大理論課題的研究和布局等等 這印證了一個判斷 即從習近平上臺以後 中共是堅定地走上了一條1973年前後 毛澤東確定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這條道路 習近平 他的價值觀 理念 他的理想 和他作為一個共產黨人的信念等 都固化在1973年前後 毛澤東去世之前的那樣一個時代 從某種角度上說 習近平是繼承了毛澤東的一致 這種未盡的事業 如他批判了憲政民主 批判了西方民主 批判了自由主義 又批判了所謂西方的人權理念 這些之外 他還有一個重大的建構 就是重新評價了毛澤東 就是他曾經說過的 前後30年不可以分割 他這麼說的目的就是為毛澤東進行平反 驚訝地發現 他連文革 反右 三反五反 大躍進和大饑荒 他都全面推翻了之前的結論 重新評價了 其理論溯源是1937年毛澤東曾經發表過的一篇文章 叫做《反對自由主義》 成義中認為 毛澤東寫這個文章現在看來是非常荒謬的 他反對自由主義在當時的語境下有一定的策略的價值 共產黨是把自由主義做了一個全新的定義 認為自由散漫就叫自由主義 或者說是資本主義社會人的自私的表現 就是說不會犧牲個人的利益 去共同抵禦外敵的入侵 包括沒有紀律性 沒有組織性 個性歧視 拉宗接派等等 習密請風水師 保著母親躲開了低級聯想 雄安的命名 黨媒《新華網》2023年5月11日發文說 雄安 雄縣 安心縣各取一字 既尊重歷史 又寓意吉祥 作者韋拓日前在《大紀元》撰文說 誰都知道中共從來不尊重歷史 而寓意吉祥該是重點 多年前就有傳聞 寶定可能會被定為副都 如果尊重歷史 難道千年未變的寶定不吉祥不好聽嗎 古時定名寶定 曾經育有寶衛大都 安定天下之意 習近平青少年時代 民間對精金第三地 人文特色流傳由 精油子 餵嘴子 寶定府的狗腿子之說 相信習一尊當然會記得這個順口溜 大概不想把自己親定的副都和狗腿子掛上鉤 但遺憾的是 習近平母親齊心的故鄉高陽縣被劃進雄安新區 卻躲不開寶定 明代即屬京師寶定府安州 到大清一屬直立寶定府 尊重歷史 就無法躲開高陽的行政從屬 但見雄安 將高陽劃裡保定 習主席就保著母親躲開了低級聯想 其實 新區高調把高陽龍劃鄉劃歸安新縣管轄 仍列出高陽之名 中國人稍一動腦 那個熟悉的成語就會冒出 一人得道 雞犬升天 有人懷疑習總很可能在布局之初密請風水師算過 一個或一個低級紅的世俗高人 應該也摸透了習施主的岳母情節 既然龍有龍脈 奉有奉學 習總沒阻止陝西復平縣其復零元的豪華擴建 母後故居 劃進中央直屬新區 難道違逆什麼嗎? 雄安之名無疑也符合習近平既要雄起世界 又要平安百年的政治夙願 於是這個被冠以千年大忌的名字暫時留在了他的執政史上 等待後人評說 北京南部平原繼續洪水滔天 法國世界報上海通訊員西蒙.勒普拉特 週四就北京洪災刊發報導表示 在超強颱風杜蘇瑞經過後三天 北京的南部平原繼續是洪水滔天 在強降雨到來之前 南方媒體估計約有1.3億人將受到影響 當局稱北京已經疏散約12萬7千人 河北已疏散約84萬7400人 視頻顯示 門頭溝的街道變成了洪流 路上的汽車都被捲走了 有一個家庭房屋被毀 家人被沖走 父母獲救了 但10歲的女兒失蹤了 在網上 許多人都在抱怨他們的村子準備不足 南方週末援引桌州印刷商唐月說 沒有人事先通知我們 而降水量卻很大 唐月還說 傳遞信息是很容易的 我們本應該做準備保護好我們的書籍 微博上一位匿名用戶評論說 顯然桌州沒有做準備 在北京強降雨過後 水位下降 人們馬上就拿到了食物 但是在桌州這樣的洪水泛濫的地區 水好幾天不流動 什麼都沒有準備 沒有信號 沒有電 沒有水 沒有食物 法國《世界報》上海通訊員表示 這場災難凸顯出面對此類現象 中國的城市缺乏準備 中國的北方乾旱 一般來說 準備工作不如更容易遭受颱風或洪水襲擊的南方 在北京暴雨過後 道路上通常都會置存像池塘一樣的大片雨水 不過 新華社指出 排水系統可以追溯到明朝的紫禁城 此次很好地抵禦住了惡劣的天氣 阿波羅網評論員王篤然表示 法媒的報導主要還是用中共官方的說法 沒有能觸及問題的本質 桌州沒有大暴雨 是北京無預警洩洪 導致桌州人一覺醒來水深溜泥 桌州也不是中共原定的洩洪區 是中共為保雄安新區 扒開堤壩強行洩洪 中南海局勢詭異 美國防部罕見與中共外交官會談 美國國防部8月2日表示 五角大廈與中共外交部的安全高官進行了罕見的對話 根據路透社報導 五角大廈發言人在聲明中表示 美國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國防部長拉特納 和中共外交部北美大洋州司司長楊濤 討論了中美防務關係以及印太區域安全問題 拉特納說 美國國防部將繼續維持美中之間的軍事交流 根據先前報導 楊濤也在華盛頓 與美國國務院 亞太事務助理 國務卿康達 和白宮國安會中國與臺灣事務資深主任貝蘭舉行工作磋商 這是中美防長對話破局後 雙方罕見地舉行與安全有關的對話 在此之前 由於中美關係持續緊張 中共在南海的軍事挑釁不斷升級 甚至與美軍顯量撞擊撞船事件 美國方面認為 為了避免雙方誤判引發軍事衝突 雙方有必要保持軍事層面的溝通 但中共軍方長時間切斷了與美軍的交流對話 因此美國國防部8月2日與中共外交部舉行的高層會談 被認為極其罕見 今天阿波羅網副頻道視頻內容是 英文黨報奉旨放風 哪個將領情願提著腦袋玩? 當好護城河 河北省委書記放話保北京 網友怒轟 中共瘋狂治水 重蹈覆轍 東川口水庫潰壩 越南人數保密 近現數百市者 桌舟泡水樓有坍塌風險 哈爾濱已經內澇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觀看 感謝阿波羅網會員的贊助和大家的支持 請您訂閱 點讚 轉發和留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再會 按讚 轉發聲明 轉發聲明 三千石 按讚 轉發聲明 請您關於 改善了 再會 繼續按道理開了 次 再會 打發聲明 接著 我說